哈囉大家好 我叫 Chester 我是一名攝影師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款兼具實用以及科技感的居家配備 Darkmaster 手電筒 這支手電筒呢 我們能清楚看到 它的設計跟市面上的手電筒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有俐落的科技感外型 四面方正設計 可以輕鬆的擺放在桌面上 以及站立 它的重量呢大約是一支 iPhone 的重量 以及它的長度跟 iPhone 一樣 能非常輕便的放進口袋裡外出使用 Darkmaster 它有三大特色 第一是它有內建的磁力設計 它能非常輕鬆平穩的 吸附在任何的 鐵製品上 第二它有一個隱藏機關 它有一個面板 面板上面呢有兩個鏡面 一個是鏡面面板 另外一面是陶瓷面板 我們現在來實測 這兩個面板 所照射出來的光 有什麼差別 鏡面面板所照射出來的光呢 它是比較俐落的 它非常適合 錄影以及外出使用 而我們的陶瓷面板 所折射出來的光呢 當你在做閱讀燈使用的時候 你也不會打擾到旁邊 在休息的朋友 我們最後一項 也是我們身為攝影師 非常喜歡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前方的光學透鏡 是來自台灣專利設計的 透過這個光學透鏡 所折射出來的光 它是非常接近太陽光的色溫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當夜燈或者是閱讀燈使用的時候 就算你長期使用眼睛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以及刺眼 然後如果你晚上想要把它當 氛圍燈來使用的時候 也是非常適合的 現在我們就來實測 Darmester 跟市售踏白的手電筒 所打出來的光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我們購買手電筒呢 最注重的就是它的流明 也就是所謂的亮度 而流明 所指的是手電筒 所散發出來的光 而不是我們照射到 物體上 所反射出來的光 因此我們市售的 他牌手電筒 所造射出來的光 它都不能讓我們的標的物 所清楚的反射出我們想要的光源 而我們Darmester 所造出來的光 它能更亮 更均勻 以及 更省電 好我們現在進行實測我們能清楚的看到 最左邊以及最右邊 都是200流明 而它的聚光性 以及明亮度 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差別 而中間的1250流明 它造射出來的光 雖然非常的爆亮 不過它旁邊的光暈跟我們Darmester 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 我們一般的手電筒如果你是要調整它光的強度 它是用循環的模式在做調整 而我們Darmester 非常貼心 它是使用非常直觀 增強 以及 減弱的方式 能讓你調整 光的強度 Darmester 所附贈的 鋁電池是經過安全認證的 充電鞋底電池 能利用Type-C 線 輕鬆幫它充電 另外附贈不同尺寸的電池套 能讓你使用不同的電池 最後Darmester 還有一個 非常貼心的設計 就是它手電筒內部呢 以及我們的電池本身有防止過熱以及 過放電的安全機制 就算你使用Type-C 手電筒使用在Darmester 裡面呢 也不會有安全的疑慮 這是一款兼具時尚美學以及 多功能的仿太陽光手電筒 推薦給你 開明都會不會arah因為 感谢观看